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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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怎么到风越狠 我心越大 缓入一丝尘土 随风自游的在狂舞 我要握紧手中坚定 却又飘散的勇气 我会变成巨人 踏着力气在这梦 怎么到风越狠 我心越大 缓入一丝潇洒 随风轻飘的在狂舞 我要深爱心头上冰尺 却又中小的勇气 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 初一啊初一啊 我的骄傲放荡 初一初一不归 我春季花园 人风吹人道乱回 我蔑视我尽头的掌握 我初一啊初一啊 我只将害怕 我初一初一啊 我无所谓的摸摸 你看我再勇敢的微笑 你看我再勇敢的去回首啊 初一啊初一啊 我在轻握感到 初一初一梦 为我轻轻滑跃 人风吹人道乱回 你也是我 初一啊初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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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允许你坐这儿了 初一啊 还哭上了 以前凭自己小聪明 卖了几件衣服 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赶紧吃饭去吧 老大 你说我是不是真的 只是个窝里横啊 平时看起来还行 可真要一本正经 到大场面 根本就住不住 批评计划做得也难看 一上台就接吧 今天要不是因为Tina帮我 估计全部都被我搞砸了 我看你是还没学乖 上次批评的事情 就搞成了那个样子 这次还不长记性 自以为自己做了一个 很专业的方案 也不找我审审 就想让经销商乖乖听话呀 你以为你谁啊 我以为这次任务 是对我们的考核 规则里没有收布的 就可以去做 我有说过不许请外援吗 想在公司里活久点儿 除了服从命令 还要学会管理你的上级 不是上级的每一个要求 你都要无条件地完成 对于经销商来讲 你是将他们是兵 想要让他们完成促销任务 就得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 要不然就会像刚才一样 乱成一锅粥 那老大 我可不可以请你 帮我要求网络部 让他们确保各门店 在本周内 一二P系统全部修好 可以 我还想申请促销预算 能不能再给我们博四百万 不可能 最多一百万 老大 求你了 上级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也可以否定你的希望 限时点儿小姑娘 我想要的是能干活的驴子 不是遇到点挫折就吐血的林黛玉 再漂亮的PVT 能帮经销商清掉一份库存吗 你要是能帮他们完成促销任务 他们愤得着急去讨厌你吗 我明白了 谢谢老大 回头我再请你吃豆腐脑 CC 你那儿有没有去年 哥哥加盟店的销售统计表 有 给你 谢谢啊 没错 别人是比我跟我天分 是比我提早站在起跑线上 可那又怎么样 是输是赢得看结果 能不能留在阿妹 唯一的衡量标准 就是我能帮经销商 完成多少任务 可可 你还是先把饭吃了吧 顾不胜了 好 老大 下午我想去一趟彩虹店和冰姜店 跟店长了解一下他们对出销的邀请 你做梦一钟我就想住个这儿呀 反正虎也忒长了 嘴上越狠心里越疼 我发现你灰绿了 买首部这么多优秀的人 你为什么只给丁一可开小招啊 是不是看上他了 被我说中 正虎吗 我就明说了吧 吃咸醋 伤身子 好 好了 谢谢二位 这下我心里有数多了 你就别客气了 之前呢促销总部 总是把指标下来 就算手不管了 这时候能听我们的意见 我们都让姐姐配合了 谁又跟钱过一步去呢 对吧 对 还有加盟店的事啊 你也不用担心 明晚呢 我组个局 叫几个经销商过来吃饭 到时候大家互相了解一下 事情不就好谈了吗 没错嘛 太好了 二位放心 到时候公众号 做促销推送的时候 我一定把彩虹店和冰姜店 放在最前面 那太好了 太好了 那拜托了 不客气 不客气 聊了这么久也饿了 要不我们去点餐 好呀 走吧 走 一起去吧 你们想吃什么 今天我请客 好呀 我听说他们家的意大利面 特别好吃 两份意大利面 好的 你呢 你们看 那不是拍这个照吗 你认识他啊 你认识他啊 国内在四大时装周上 走过的设计师不少 但是获得过CFDA大奖 好像只有他一个人 他是时装设计师啊 还在四大上开过秀 这么厉害 无论如何 作为四大时装周上 屈指可数的中国设计师 赵莫远的买手店 都值得期待 谁是变态神经病啊 想偷吧 你至少掏钱买几件回去吧 跑到店里来抄还要不要呢 你们到底想干吗 有什么本事冲我来 对我公司下开手 算怎么回事啊 谁啊 谢谢阿姨 我都干了什么事啊我 好 不行 我得跟他道歉去 来 请让一下 让一下让一下 来 有人吗 赵先生 编� 啊 啊 喔 有趣 别愿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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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回事? 幹甚麼? 你要打死人哪 是你 我以为是小偷呢 你还笑 你才是小偷呢 谁让你进来的 你刚又出去了 我发现你这人就是灾星 谁碰上谁倒霉 我 我这不是见义有为吗 那个 赵先生呢 你还有脸问呢 你看 这一屋子灰是你祸害的吧 墨洋有哮喘 昨晚上就扛不住了 今天还得留院观察 不然我过来再收什么东西啊 我跟你说 就是好心没好报 他帮你多少忙啊 你就这么报答他 他要真有什么事 我不管你是不是丫头骗子 我都饶不了你 赶紧出去吧 我收拾东西 走 对不起 你干吗呀 我之前不知道 原来阿妹的衣服 是抄得赵先生的 我还骂他是抄板师 还搞砸了你们的开业礼 现在还害他进了医院 我真是 我现在身上一共就这么点钱 我现在身上一共就这么点钱 麻烦你先帮我交给赵先生 其他的损失 只要你说个数 不管多少 我都认 口气不小啊 几百万你也认啊 我认 行 那你说 你怎么认 就你那小破服装公司的工资 一个月 还不够这儿一件衣裳呢 是 我可以去找那个新媒体 我去拍那个真人秀 去拍那个搞笑视频 我好歹也是 直男直女的总冠军 再怎么说 也算是 半个没良透的网红吧 想想办法肯定有的 你相信我 行了 我也不是正主啊 你跟我道什么歉呢 有什么话 等他出院了 自个人都说吧 那这些钱 你先帮我拿着 就当是 给赵先生买一些营养品了 好吧 来 我拿点空啊 先拿着 先 先拿着吧 先拿着吧 我拿点空啊 我这一会儿还有个专访呢 没事 没事 先拿着吧 这钱先拿着吧 等会儿 接个电话 吴言 不好意思啊 那个我 我堵在外环上了 那个半小时啊 半小时我肯定到 你跟那个直女姐说一声 我实在不好意思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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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到 马上到 那个 你赶时间是吧 要不 这东西我帮你送 医院在哪儿 我陪护可有经验了 真的 对啊 张茉远 输液了 好 来 莫全 对不起啊 可不得再来一次 好 都鼓包了 赶紧推真任我来 对不起啊 她新来的 技术不太熟练 没关系 还是让她来吧 新户是走要变成老手的嘛 因为我练 总不用小朋友和老太太家 对吧 我还行呢 我应该 可以撑到第四盏菜库呢 对不起 听听我没吃东西了吧 所以啊 这血管才有点瘪 然后晚上让你家属 给你带点雪梨啊 木耳啊 还有萝卜蹲鸭之类的 润肺的汤水过来 好 wolf south 你说这些媒体多讨厌啊 你看 明明是特帅特好 也是就是不拍成这样 不拍成这样 你之前也不认识她呀 送外卖的 先到那边登记 我不是在送外面的 我是在看病人的 留步留步啊 早得康复啊 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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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能碰上 孟元 刘叔 你在呢 真的是你啊 这个 你怎么在这里啊 是不是笑场又犯了 到医院来多久了 没有 我没事 怎么能没事的 你都穿成这样了 你小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啊 一定要静养的 这 这里环境也不太好 我给你换个医院 不用 不用 优母家 优母家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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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我都说了不用了 你看 我要打的 你就是我爸的司机 你能不管这事吗 你快回吧 这事别跟我爸说 一直到了之后 他是心脏病因犯 那厂子真的归了我 你看 你是不是真就得给我开车了 回吧 你替赵总担心我是明白的 可是你现在身体这个状况 你 不能只吃方便面 方便面好吃 是啊 还吃什么方便面 里边有人送那么多好吃的 是女朋友还是粉丝啊 好 看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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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得好着呢 都有人给我送饭 没意思吧 姓舅呢 这事要是皇上都赖你啊 赶紧走 好 您是哪位啊 没事吧 别过来 别过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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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在这儿啊 赵先生 你先别着急 老钱又及时来不了 我想跟您道歉 所以就自告奋勇地来了 对不起 没事吧 我 抄板的事情 我就是这 军把李逵当李鬼 我还有那个 杂地板的事情 也是我的不对 害您犯了哮喘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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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您拍一下吧 我 不用 没事吧 我 我警告你啊 从今往后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二十七床 再怎么生气 也不能在医院里 对你家属动手啊 我没动手啊 不是他家属 是他家属 我认识你 你这直男直女上的总冠军 被男朋友甩的那个 你电视上说那前任 不会是他吧 不是我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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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呢 吵架就吵架嘛 说您伤人的话干吗 就是 人家小姑娘不是长得挺漂亮的吗 我老婆还是他粉丝 闭嘴 是 这位姑娘 您的道歉我已经收到了 可以了吗 麻烦你带着这些东西 离开这儿吧 如果你真的从心里觉得对不起我 麻烦你今后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我真的觉得咱俩有点八字不合 我真的是真心实意来道歉的 我 那要不你再休息会儿 不不不 赵先生 您您休息 您休息 您 您休息 我帮你们铺吧 对不起啊 小妹妹 刚才哥哥声音大了吓着你了 你最好别喝酒 你最好别喝酒 我不是想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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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说那个头包 真的最好别喝酒 要不然会有那个双流伦反应 严重了会死人的 我没闻言耸听 不信你查手机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妈以前老上医院 听医生说的 我妈以前也老上医院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怎么还不走啊 在这儿继续赖着 软磨硬泡 近视围开 没有 这 这不是晚高峰吗 我出去也挤不上车 就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是吧 我要是一直不原谅你 你怎么办啊 慢慢来呗 我能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 有意义地道歉分两步 一 不找借口地承认事实 二 拿出实际的解决方案 我先在你这儿认了罪 以后再想办法慢慢地弥补你 反正咱们楼上楼下 日子长了 你总能感受到我的诚意的 你拿什么赔啊 去再参加真人秀 得奖金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现在就这块挣钱多 我刚刚还跟我那编导联系过呢 他说现在 有一个荒野求生的节目特别地火 而且奖金特别特别地高 得了吧 荒野求生 就你这样的钥匙给你个棍子 让你去打野狗 打野猪 你打得了吗 也不一定打不了啊 我以前被黑中介偏压金的时候 我还真拿板状比划过呢 我说你怎么用板状用得那么顺手 原来是行家呀 你就别取笑我了 好了 再怎么说 你刚才也算是救了我的命 咱们两心了 拜拜 等一下 你吃晚饭没有啊 我这儿正好还有几个菜 都是我自己做的 挺好吃的 什么菜啊 什么菜啊 酸萝卜老牙汤 木耳山药 还有枸杞雪梨汤 还有蛋炒饭 大家看看 好 来 你看看 凉了 大梯就有功用的微波炉 你笑什么 没什么 说句实话 你别生气啊 嗯 说 圣马丁的高材生 国际时尚界的风雨人物 居然被我一把砖 给弄到音乐里来了 我想想啊 还有点兴奋呢 大耳肥了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像我这种 刚进入贵时尚圈的小菜鸟 除了我们老大雷欧 我就没见过什么大人物 更别说像您这样大神级的人物 太兴奋了就容易瞎想 我在想啊 说不定等有一天 有个什么杂志啊 采访我的时候 我到时候也可以闲闲地说上一句 我立刻 在走上时装之路的时候 虽然住的是亭子间 但是却有一位不打不相识的 国际摄影师邻居 那杂志采访你什么啊 说我要告你们 盗版网 你真的要告我们公司啊 可能 怎么 害怕了 怕我把你们公司告倒闭了之后 你没犯纸 怕也是有点怕了 不过盗版这种事吧 确实是我们公司不对 这儿没法洗的 试错就得认 对吧 我还就是因为你三观证 我才肯吃你这顿饭的 把脸给我端起来 往这掰着 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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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大赏脸 不过你要是愿意的话 可别老钱别发文章啊 事情闹大了 就不好回旋了 或者我也跟你老大说说 让他跟你争取些赔偿 走 干吗 我在看你头上是不是长草啊 你真的天真的认为 你公司会主动要求给我赔钱吗 错 所有的时装公司 遇到这种情况 都没办法 因为借鉴和盗版 混在一起 是非常难以区分的 遇到这种情况 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 忍了 第二 跟对方抗争到底 让对方大出血 还好 我的这个设计 当时被我注册了个转 快走 快走 干什么 干什么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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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走 给我走 你干什么 他我有点不舒服 请问他看哪一颗 前来有啊 你怎么知道 他出轨你心虚是吗 我不是心虚 我就现在没化妆 你不化妆也比他好看 是吗 你干吗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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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我不是为了 我是为了不想让离死闲围呢 上次碰见 他已经够看看了 你这样不是 程先生演八点党吗 求求你 求求你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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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 你听见了没有 你听见了没有 就是我 就是我 Πα έτλ 你呢 不要再帮忙 我认识维 define 我认识了 你不ч子 你不去 这儿 你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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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她过来看看 是吗 你怎么一个人来医院啊 没有人陪你吗 对啊 她是来陪我的 这不是正常住院了吗 你也是 都跟你说过了 今天不做饭 我们出去吃 你非要做这么多菜 给我送过来 不过我应该是 比你有口福了 是你 是我 怎么了 走 你怎么了 走了 你到底是谁啊 生动半逸 拉着一颗小干嘛 拿拿 别拉着我 你别 别拉着我 小孩子我 思贤 你干嘛 你干嘛 怎么回事 没事 你们之前认识吗 过头看看 过头看看 有没有人跟上来 没有 你打过他 怎么 怎么 想帮他报仇啊 为什么呀 他做的基金骗过我钱 行了 从这一门出去 你就见不到他们了 明白了吧 走吧 就这样 周先生 又怎么了 那天在咖啡馆 你见过我们分手 对 怎样 没什么 只是突然明白 为什么你那天 对我各种嘲讽了 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 可是林思贤 是我见过的 最有职业道德的人 我相信他不会故意骗你的 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都这个时候了 还要帮他说话 想要跟他破警重援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先替他跟你说声对不起 这件事情我也想办法跟他说一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他骗我的钱 你到哪儿子欠啊 赶紧回去吧 明天送饭别太晚了 知道了 赵先生 我看你为什么 再去除了 回本音 我先爱你 你怎么回事 我接没了 你自己的 他就没气 我听不懂 赵先生 刘晦 在我掀 你怎么回事 我得看你 我 对吧 可是看你这么关心别人 我吃醋了 跟女孩分手 连账都不结 太不男人了吧 好了 谢谢你啊 多少天 先生 您好 一共一百八十八 好 等一下啊 文文 我这儿有点事情 那我去接你吧 我也想你 拜拜 还挺忙的啊 不是你的业务 你说什么 不是你的业务 听不懂吗 还会说英文 正好 我也会说两句 本来确实跟我没关系 但这事做得太没品了 明白吗 跟女孩子分手 非得掌控公共场合 让人丢人瞎眼吗 怎么回事 别动手啊 好好说 搞金融的 私募基金 就你这种小白俩 最会骗人了 我 有病 怎么没睡够啊 昨天晚上 我妈跟我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 要钱逼婚 还是嫌你没出息啊 天下父母都一样 你经历过的我都经历过 你要学会感谢上天 幸好他们打电话来呢 只是抱怨小事 而不是告诉你 他们生病了 有道理 等一下放轻松点啊 这帮经销商里 群华的刘先生还算好讲话的 我搞定上衣 你拿下群华 先把这两个桥头堡拿下 其他经销商的促销任务 就好分配了 好 二十一楼吧 我先下了 你加油 不好意思 二十二楼到了 刘总 我这里有好几个方案 您可以好好地看一下 还有这个 这个啊 是这次最全的一个促销方案 实在搞不定 要不换我来啊 不用 我明天再试试 何事 我明天再试试 便宜了 我明天都不容身 我明天这一楼 你真是个是调教的 我明天就能保抣你 我明天自身 他答应帮上一那边 活动贷款的事 以前他在江南一上的时候 和银行关系就不错 怪不得 可我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关系吗 冰江店的店长不是说 明天晚上就组个饭局吗 到时候你灵光点 没准下次成的就是你了 靠吃饭套上那点儿交情 我觉得 悬 我今天比你还惨呢 刚才采购部例会 雷欧把我们个个训的 一佛生天二佛出事的 现在呀 你们买首部才是他的亲闺女 我们采购部都成简来的了 最惨的是郭又铭 雷欧抽简 发现他们那个组 几次都没有按新规定 跟三加一以上的企划 做议划 直接就通知行政部 把他从原来的T6级主管级 降到了T5 他以前不是老杜总的秘书吗 挪他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马上就订一个大会议室 八个小时后 全组开会 大会议室已经被买首部 全部订了 这周的都订满了 订满了就去抢啊 要去争啊 是不是人家买首部放个屁 你们都当台戏啊 什么玩意 这种手哪儿都有 你理他干吗呀 你理他干吗呀 我才没工夫理他呢 我就随口一说 我现在满脑子 都是促销的事 大事 促销这种事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嗯 我头上没长草 你是长了两个猪耳朵 你现在在这儿说你是猪 我觉得真是这么回事 你真的觉得我会不爱到 帮助那些 山寨我设计的 无良分子吗 也是啊 不过我们会改的 雷欧就是我们老大 他呀 这次之所以花这么大力气 情侣互存 就是为了让阿妹转型 他说了 以后我们公司啊 的射击师 不能再是超把式了 不能再靠借鉴火了 真的 真的 对啊 和好了啊 不是 我们就普通邻居 顺便来送了饭 好啊 赵先生 那你明天还想吃什么啊 明天不吃了 明天我出院了 对了 让一下 帮我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啊 好 没问题 你开心就好 小姑娘 来 给你带一朵花 真好看 谢谢姐姐 不客气 赵先生 那我先回去了 你 光许人好说没用 得把人一起拉到坑里才行 你说什么 游戏攻略 走 走 走 好 好 光许人好处没用 得把人一起拉到坑里才行 游戏攻略 好 喂 刘总 小弟 你怎么回事啊 威胁我 我说过不是不帮忙 今年市场实在是不好 我们原来讲的 公远把自己的货清完就不错了 总部一下降了两倍的任务 我们经销商又不是神仙 怎么会呢 刘总 您下午都跟我推薪支付了 我想来想去啊 觉得还是得跟您透个底 这阿妹啊被黎米给收购了 现在什么都在干 这次表面上是在说搞五一促销 可实际上是想借机会精简经销商队伍 能配合完成任务 这不现成的理由吗 您要真有难处啊 我也不勉强 可您跟阿妹的加盟合约 我可听说是三季度就要到期了 好的 刘总 好嘞 好嘞 好 拜拜 拜拜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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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很多张不同的脸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张一张会从沙子里露出来 赵莫远 第一张很讨厌 第二张挺威风 第三张又很暖心 你呢 是不是觉得我这张脸有点中你 又睁眼说瞎话 又威逼利有人的 随便吧 随便你们怎么想 反正我没有害人也没有骗人 而且这种一路吃鸡的感觉 真的好耍 是 大功告成 对不起 让自己成为自己 丁一可 巡华的刘总打电话过来投诉你 说你恐吓他 我可以解释 不需要解释 我这人向来只看结果 不看过程 这件怎么样 这件整体设计还行 就是刺绣工艺太复杂 成本太高 我担心生产基地那边会抱怨 很好 保持你这种强势的态度 该争就取争 背后有我呢 放心吧 谢谢老大 我看他也就是运气好 别说了 工作本 他们什么关系啊 瞧瞧人家 我们都被骂 他倒好 群华都被拿下了 下面的一群小经销商也从了 他当然要保持微笑了 还是蒂娜你厉害 当初选了他做搭档 你们组的任务快完成了吧 还有一两家 蒂娜 加油哦 可别被丁一可比下去了 绝我十年 借我往明天涯的勇敢 借我说的出口的淡淡誓言 借我孤觉如初见 借我不惧凝涯的鲜活 借我生梦与梦撞不问明天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 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 借我杀死永禄的情怀 借我纵容的悲愁与哭喊 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 借我暗示的清晨与傍晚 君看光阴仍然 借我一雅无言 不管不顾不问不说 我也不念 借我十年 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 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 借我暗示的清晨与傍晚 静看光阴仍然 借我一雅无言 不管不顾不问不说 也不念 啪哨 啪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